博士上臺發言 謝謝小師傅 為了講一講《科學公民本山》的組織 我們已經在兩三年時間了 特別在這整項運動裡 其實聚焦在三件事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始終香港的學術自由 也是作為去驗證香港有沒有一國兩制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這兩三年裏面 就算你說在運動還沒發生之前 我們都會發現到 香港學術自由 是不是因為中國因素的影響 又或者甚至大學管理層出賣了學術自由 是令到我們在大學裏面的教職員 學者不能夠充分 不能夠有一個安心的保障 去做好研究 具體例子包括 譬如我們有去一些 外國大學的一些排名機構 然後我們都有一個 令人都挺震驚的發現 就是原來外國的一些大學排名機構 他們都跟很多外國的一些大財政一樣 是向錢學 就是說他看到中國一個這麼大的市場 這麼多的留學生去外國留學 又或者甚至他就是計 因為那個地方究竟有多少研究撥款 完完全全是漠視那個地方有沒有學術自由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很荒謬的現象 就是在一個沒有學術自由的地方 他們的大學排名竟然是這麼前 我相信公教公民是全球第一個學術組織 去指出學術排名本身這一種這麼荒謬 這麼荒難的地方 甚至我們要求這些學術排名的一些機構 必須將學術自由 作為他們決定排名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依據或者準則 這個我相信也都是 我們公教公民在開展了幾年工作裡面 一個挺意外的收穫 當然也有朋友問我 其實在整個反送中條例裡面 究竟公教公民做了什麼呢 當然我們人手雖然真的少 又或者實際來說 其實你都會看到來來去公民 怎麼來來去都是我 或者可能都是兩個人 當然我們都明白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在大專界 有很多流浪講師 或者有很多一些教授 仍然都是合約制 仍然都是要看上頭面色 能不能夠有實決 能不能夠有一個較為安穩的一個位置 所以可能在很多一些真的健光的行動裡面 他們未必在台前 但是不是代表因為這樣 而我們是不做事的 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可能有朋友都教早前都知道 其實公教公民也都發表了一個關於警部的報告 當然那個報告其實是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公民團體組織 或者一些非政府組織去幫忙 去到將由6月9號到甚至最近就是去年這個警方 維中大、維里大事件裡面 一些重要的一些細節 以及一些重要關於警局的部分 將它整理 這些正正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要上聯合國 要上一些人權組織 人權一些國際組織各方面 我們要準備一些功課 我們如果沒有這些功課的話 其實我們所說的警部問題 只能夠靠零星媒體的報道 又或者只能夠靠很急就張去做一些整理工作 其實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很實際上 我們在整個運動裡面 雖然我們只不過是一個高價格裡面 從事學術研究的一個 我叫農夫 我經常叫自己農夫 耕種 密密耕耘 但是這個密耕耘背後 它種出來的果實其實是有了度 這些這樣的報告 正正因為是高教界 高教公民 或者其他組織一重協作的一個部分 是成為了很多時候我們要 無論是一些外國政府 或者一些聯合國的人權組織 或者各國組織來講 他們要看香港人權狀況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最後 我想 作為高教公民的一個創會的一個成員 也都是召集人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會繼續跟香港人同行 雖然我們位置未必在整個戰線的最前面 但是我相信高教公民在整個運動裡面 一定在一個大後方裡面 是能夠繼續成為一個堅實 可靠 和專業的一個伴侶 或者夥伴 是繼續幫香港 是面對這個政治海嘯 多謝各位 很榮幸得到學生會的邀請 所以想先趁這個機會 就介紹一下我們的小組 守港大聯絕小組 其實是一個同學自發成立的團體 當時是因應中大不同學的事件 是在九月尾成立 要求將校長去譴責和追求警暴 以及要召開對話會等等的四大要求 其後我們小組也都發起一連串的校內抗爭 包括校長室靜座行動 聲援科大周同學事件校內遊行 到了新年後 也都因為武漢肺炎肆虐 舉辦過這個熱買口罩行動 到最近我們也都推出了這個 中西區黃色互助飯卷計劃 聯同西環的黃店 就幫一些生活上有需要的手足 小組也同時就不同校證去發表意見 包括今天見到的保安檢查 小組也全力會要求和呼籲各位同學 予以杯葛的 介紹完小組的背景之後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議會者 都有一個疑問 究竟小組是憑著甚麼理念 或者是甚麼初衷去成立和運作到現在呢 上一位講者就提得很好 最初這個抗爭成立的時候 就有很多自發的組織 自發的團體 但是慢慢到了一年之後呢 這些自發的團體或者組織呢 慢慢的數量是比較少 或者是逐漸減少 那小組呢 其實沒有一個很雲高很順軟的理想或者光靈 那我本人也都是只是一個很普通的 很平快的一個港大的同學 那但是小組每一個成員 包括我在內 其實都是本著一個很簡單的信念 就是應該做就要做的一個信念 我想跟每一位手足 每一位嘉賓或者是後面很多傳媒一樣 其實沒有人去要求 或者是去指示大家要做些甚麼 或者是去做夢也好 去做不同的抗爭也好 大家都是憑著這個應做則做 應做就應該要有人去做 不應該讓其他人去做 所以我們小組呢 就自發去做不同的抗爭 那包括上述所種 那我們認為 或者我今天都是相信一件事 其實只要一件事是對的話 其實自然就會生火相傳 自然就應該去做 自然也都要有人一起做 那這個想法呢 亦都是為甚麼當年2016年 我們梁天琦同學 在旺角街頭講出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當年可能未必是一個主流 或者是直直無民 到今天呢已經是變成了一個皆知學民 大家非常之同意或者是響往的一個理念 一個口號 我們要跟隨或者要相信的 就應該是一個理念 而不是依賴一個人或者一個政黨 去達到我們所謂光復香港的一個目的 每一個人呢 是應該去捍衛自己的小小地方 那我選了 就是我自己身處的一間學校 港大 那有不同人 是有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公司 或者是不同的背景都好 其實都應該去做 要盡自己的所能 去捍衛大家屬於的地方 只要一點一滴加起來 就是捍衛香港 小組不是一個出名的團體 我們只是一個在大時代裏面 一個沒有大台下 應運而生成立的一個自發團體 一個素人的團體 小組跟很多自發的團體一樣 一樣是沒有錢 沒有資源 沒有地方 沒有知名度 出了門口都不知男同學是誰 但是呢 我們小組憑著 或者我憑著這個信念 走到今天 都很希望呢 可以接下來 就陪伴大家左右 一起繼續抗爭 這一場的抗爭 是需要每一位香港人去努力 做文宣厲害的 就應該繼續去做文宣 做不同行業的 就應該繼續成藍和黃色共會 有以從政的手足 繼續去打議會或者國際的戰線 這一場光復香港的抗爭 是每一位香港人的共業 不應該去依賴某一個人 或者去endorse某一個人 而是每一個人覺得應該要做的 就要自己 take this initiative 去做